好,我們來到這次日本旅遊的重名 台客 賈賀屋是一個超過100年的溫泉飯店 在日本旅館排行榜 連續36年都拿第一名 它有非常令人感動的風景 當然,它的風景、它的景色很美 是因為它位在一個美麗的海灣 它的室內設計、它的硬體設備的精緻度 超越了一般的五星級飯店 但這些都不是它最厲害的特色 台北那間也是根據這一間在設計的 很像 那個設計很像,可是等級不同 好玩嗎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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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吃飯了,而且每個人也要穿上Yukata 就是這位管家幫我孩子穿上他們的浴衣 他本來也要幫我穿,但是有點不好意思 大家的穿著一致了 而且比西裝舒服多了 開動了 通常覺得鮑魚罐頭已經很高級了 這一個還活著 吃飯也要包含這個趕鬼的節目 目的是把鬼嚇走 不知道鬼有沒有被嚇走 但表演還沒結束之前 妹妹就回房間了 喝了 喝了 但今晚還沒結束 喝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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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覺得這個門設計得超棒的 現在是關的 開的時候還可以收進這個牆壁 好烈 我會收聽 喝了 睡 她會說 看 是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哇 原來他們不是在釣魚 如果不是他的設備,也不是他的食物 那到底為什麼這個飯店可以連續排行第一名呢? bye bye hotel 是我來過最厲害的hotel 嗨 嗨 bye bye 最老的鞠躬那個就是他們的老闆娘 最後這個告別應該就拍出答案了 小心喔 b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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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頭看他們還在揮手 快看不到人都還在揮手 不知道這麼遠是不是還在揮手 但一定不比客人先轉頭 外面變了 外面變了 只會越來越漂亮了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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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